Lokia翻山後非常活躍 今次一次過發布兩部機 一部是Lokia 6 一部是Lokia 7 Plus 繼續走中價位路線 都是3300元以下 這部Lokia 7 Plus比較多賣點 一個18比9的6吋全高清屏幕 外形方面無論黑色或白色 都有些撞色的元素 個人覺得都算是頗帥 規格方面有中規中矩 S660處理器配4GB RAM加64GB內置容量 焦點方面都會去到雙鏡頭 一個1200萬像素 一個1300萬像素 可以做到兩倍光學變焦 有賽斯認證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其實上一代Lokia 8的人 就覺得對焦比較慢 今次有沒有進步 我們就試試它 對焦速度來說 我覺得是快了 如果用到兩倍變焦 或者人像模式的時候 明顯在室內環境多握一點 但如果正常用它原本的一倍光學變焦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 在自動拍平衡那邊會容易偏暖一點 18比9加雙鏡頭 都是現在手機價的潮流 的確有些低加機可以做到2000元以下 但這部話畢竟都是Lokia 定價3280元 我覺得可以接受 加上它是Android One的成員 運行一個接近原生的8.0 Android系統 對於一些追求性價比的用家來說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旁邊看細節的樓下 你會明白